剛才食物衛生局局長陳肇始發表了一個新的政策 但我真的完全沒有見過這麼古怪的政策 沒有原則 沒有數字 沒有細節 所有要做的事和現在我們抗疫要做的事是背道而馳 大家要明白 其實現在抗疫最大的風險是關口 最要守的就是關口 所以一切要做的事只有一個目的就是 希望將所有有機會帶著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武漢肺炎的一些病人 隱形帶菌者不希望他進來 但他這次的改動就是難聽點叫引狼入室 再加上他有一個很奇怪的做法 就是同一時間對於香港怎樣去放寬一些對社交的限制 是沒有一些同樣的考慮 就很難令人不會想這個是不是一個有政治壓力底下做的決定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早幾天大家都聽到有一些聲音是希望將一些營商的人士豁免的 但是營商的人他有什麼原則要做豁免呢 我引用陳肇始的說法就很有趣 關乎香港經濟發展利益 生產作業業務活動及專業服務的人都可以 其實什麼人都可以 只要你把口說我做生意的 或者我上去 我去買菜 我去帶水貨上去 然後拿錢回來 因為都是跟香港經濟利益有關係的 怎麼會有一樣這麼奇怪的東西 是完全沒有一個準則呢 又沒有數字的 問他有多少人 所以將來會是受這個新的安排可以自由上落 沒有 最奇怪的就是無端白使加了跨境學童 香港去到今時今日 跨境學童的數字 中學加小學二萬五千多人 我們那些學校還在停課 怎麼會突然間說一件事出來 就是給人家跨境學童 是免受這個十四天的安排呢 很明顯呢 就是我們講笑叫買玩完美 是搭嘴 因為如果靜港商界呢 就很肉酸的 那不如呢 就搭一些正正常常的上學 教書 你沒得說他 但是學校又未開 二萬幾個學生 如果真是全部給他 上上落落 是甚麼情況呢 大家是很難可以想像的 今時今日 全世界是講 數以百萬計的已經確診 超過二十萬人去死亡 其實我們每一下的動作 都要有一個清楚的根據 但是很可惜 陳肇始今次的決定 大家看到是很奇怪 沒有心思熟慮 沒有細節 問他是甚麼商務人士 他說我沒有的 你不如問經濟發展局 問他有幾個學生 哪個學生符合 我說不關了 你不如你問教育局 大哥現在是抗疫的 你做食衛局局長 你衛生處 你衛生防疫中心 不是你定的嗎 怎麼會商務經濟局 敵哪些人可以 上上落落呢 就是這樣 很奇怪 是很邏輯 是犯駁的 還有一件事 我也不知道怎麼解脫 現在香港人上大陸 去深圳 十四天的檢疫 那是怎樣的 就是 那個情況就是 我們上去 就十四天的檢疫 大陸下來 如果叫做生意的 那就可以 就是 打橫行的 走來香港 所有這些事情 都是很奇怪 還有不是在幫香港 當我們守得這麼辛苦的時候 又不知道有幾多個人 又不知道有些什麼方法 可以是分辨他 連要做些什麼測試 來香港都不知道 總之就是給他免死金牌下來 這些是絕對不負責任 如果疫情 因為這些新的政策 而有任何的上升 政府 特別陳肇始 是難辭其咎 OK OK 謝謝 跟著我想回應一下 陳肇始局長 今天 是就著這個 防疫 是有一些新的措施的 那他今天就宣佈了 是將這個599C 若干到港人士 強制檢疫 這個規例的有效期 原本就是去到5月7號 那他宣佈了 是會延長去到6月7號 那當然 民主黨是歡迎延長 這個檢疫令的 而這個檢疫令是規定 內地澳門和香港抵港人士 或者過去14日內去過這些地方的人士 不分隔 籍旅遊文件 他來到香港的話 都要接受強制的14日的強制檢疫 那現在就延長去到6月7號 但是那個問題出在什麼呢 他們是有豁免的 那這個豁免呢 就講了兩類人士 包括跨境的那些學生 和相關服務提供者 那另外呢 就是講一些符合香港經濟發展利益的生產作業 業務活動或者專業服務人士 那第一呢 就是關於跨境那裏 我們現在未復課的 那我不知為什麼現在已經講了先 是不是就是說 已經意味著 考完這個DSE之後 就立刻會進行復課 包括幼稚園甚至是小學 那所以這個我們是擔心的 第二就是那個所謂業務 和經濟有關的 那這個是很闊的 就是這裏會包些什麼呢 其實現在都不清楚的 他說總之你去申請 那政府就很奇怪的 他現在突然打開個閘 然後就說 那個細節不知道的 然後大家認為 什麼東西是對香港經濟重要的 這些人就豁免了 那其實呢 我是非常之擔心的 因為呢 雖然說我們連續三天是 零確診個案在香港 但是其實呢 我們都 之前專家說說 最好是28天了連續 我們現在三天而已 沒有人夠膽 擔保明天 是不會再有 那另外我們看到呢 就是有很多個案呢 就是他好像已經康復了 出了院 那原來之後又可以重新 又驗到他是陽性的 那所以其實現在 是在一個 不是很穩定的狀態底下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呢 一方面又說延長 另外呢 就打開一個大閘 又豁免這個 豁免那個 那麼心急 要恢復整個經濟的 一個活動的話呢 其實我們是有可能 是造成一個狀況呢 就是個個界別都會說 我要需要 恢復經濟活動的啦 那到時 而政府用什麼依據去判斷 哪些人可以豁免 不用14天的一個檢疫呢 那我們是很擔心呢 會出現一個 我們重新過去的努力 是白費 又再來新一波的 一個肺炎的個案 那另外呢 還有一些是很怪雞的事情的 譬如他現在那個豁免那裏呢 就是說澳門 和內地過來的人 就有符合這個條件 是可以豁免 但是台灣又不行的啊 那如果你計 就是科學地去統計一下 究竟處理疫情 或者個案的數目 死亡的人數等等呢 其實台灣的表現 是不會比內地差的啊 那為什麼台灣 又強制要他檢疫14天呢 那所以這個究竟是一個科學 依據底下做的一個 豁免的措施 因為是一個政治決定呢 我就是不妥理 親疏有別 內地來我們親一點 澳門來又親一點 隔了個海 台灣來那些呢 沒有那麼親的了 又或者你 總之不like你 你就要14天的檢疫 沒有得豁免 這些全部都是搞政治 不是在搞這個抗疫 那我覺得陳肇始局長 還有林鄭月娥 應該出來講清楚 你們是在搞什麼 那我自己是看不到一個 很科學的理據 是告訴我們 現在是要有選擇性地 是把台灣呢 就不可以豁免 澳門大陸就可以 但是我們是看不到 就是那個理性的依據 科學的依據 是什麼 另外我們只有三天 零確診個案 這麼快就講 我們在五月七日 之後可以豁免 打開個大閘 學童 然後又在講 商業活動的人 都可以進來 商業活動可以無所不包的 我自己認為 現在政府沒有講清楚 包什麼不包什麼 那我覺得這個都幾大 我們有可能 是會 因為打開一道大閘 是令到香港的疫情 是再次反覆出現 另外一個的高潮 那你會問 那政府是表中行先 和是完全用政治 凌駕了抗疫的口令 我覺得他們是把政治 經濟是擺先的科學理據 是解釋不到 為什麼 如果你真的認為 是說 你抗疫那裡做得好一點 那我們就豁免你 他又不是 大家很明顯 看到台灣那邊 是做得挺好的 如果你說澳門都可以豁免 內地豁免 那又看不到台灣 為什麼不豁免 這個是一個要解釋的地方 另外就是 他覺得經濟是最重要 現在突然間 所以就覺得 如果你能夠解釋 你的商務的簽證 你來香港 對香港經濟有什麼利益 人人都可以解釋自己 對香港經濟有利益的 當你申請這個簽證的時候 那個準則是怎樣拿捏呢 我覺得 結果就是 其實那個閘會開得很闊 所以 就算延遲一個月 其實都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那裡已經很大的閘 閘口打開了 變了很多內地的人 會湧入香港 我覺得 其實內地其實都沒有穩定的 連深圳都很緊張自己那邊的疫情 如果放過來的時候 我們香港又沒有一個普查的機制 去找到社區裡面 透過一些血液的測試 是找到一些隱形的病人出來 現在這些我們都沒有做到 我不知道 我們怎樣可以捱過五月六月 而是不會再出現一個疫情的反覆 深圳收緊了14日 是的 深圳另外 其實最近 因為他們都 疫情那邊都很嚴峻 他們都收緊要14天 那個強制檢疫的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我們 突然間又會覺得 香港對內地的 反而他們下來 只要做生意或者上學 我們都有開放給他們 但是如果我們 香港人進去深圳 其實我們都強制檢疫的 14天 所以現在有些不是很對等的情況下 深圳收緊 反而我們放寬說 你做生意就來 上學又來 你來申請我們就去招呼你了 那我覺得 有些是不安 我們從一個防疫的角度 是很害怕 會不會太快 是因為 究竟是政治的考慮 還是經濟的考慮 是將我們的公共衛生健康 是受到負面的影響 OK